现在开始上白板了 但是这两天感觉这个还是没倒过来 白天会 然后晚上也不少睡 现在准备去上班了 现在先去买两个包子吃 然后早饭吃了 还有一个姜嘴包包 一个姜嘴包一个鸡蛋 一共五元 一个包子 一个鸡蛋一杯豆浆 那你们看看这厂门一看 如果你在其中 真的很难认出 也不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厂 只能和副食方的一个趣一样的 好了 早饭已经吃好了 现在得赶紧进去了 8点17了 现在我们进半桌上了 你们觉得这人多吗 现在还不够 下班上下班高风气的事了 这个路上全是冷 你们兄弟在这里面上班的 我在伊斯 兄弟们现在中午了 我们去找老板黑张放行李 然后出去拿银行卡 昨天刚花的工资 三天上了三天的班 然后 然后培训了两天 一共花了一千二 然后扣社保扣了六百 兄弟们这个外出单我已经领到了 现在只会去吃饭 饭吃了 然后再出去领公司卡 你看这吃饭的人多 等一下要排队要排很久了 展示篮 想好了 准备吃二号线的 因为这个厂里面 只有这个地方有个食堂 所有人都在这里吃 这免费的工作餐看得怎么样 我觉得话还行 可是他不要钱 兄弟们现在饭已经吃好了 然后呢准备出厂局 就拿银行卡了 毕竟上面还有五百块钱 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养老保险口的 别的那个攻击性海高 然后要到厂门口了 把那个放行单交给保安 就可以出去了 好的 生物就忘在了 现在还要回去拿去训练 工资卡 工资卡已经拿到了 只是还没有计划 好的兄弟们 现在准备进 评厂去了 咱们晚上见 带你们看一下这条路 晚上的时候要排多场 兄弟们看到没的 因为发现你8点快打的卡 然后呢出厂就已经 已经8点450了 兄弟们看到没有 这厂门口 说厂门口就是要排队哦 现在已经出厂局门口了 8点5时 还好出门接到寻室哦 要是分配到那些坐厂车 一个多小时的那种 那种的话我感觉完全没必要干了 直接可以做人了 肚子难冒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